从高速路上的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 下午13点05分监控画面出现惊险一幕 两辆车一前一后分别侧滑 后面的大货车在经过180度的转圈后 最终刹车立向停到了路边 两分钟后又发生险停 一辆凯迪拉克在侧滑的过程中 撞上了大货车的右前轮 原地转了360度停在了路上 13点13分 一辆龙色大货车想要从两辆事故车之间通过 这时后面一辆小轿车高速行驶过来 一头撞到了两辆货车之间 正当人民惊鸿未定时13点16分 隧道里又冲出了一辆红旗车 发生策划后直接撞上了抛锚的凯迪拉克 在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 发生险停后 没有一位司机在隧道口摆放警示标志 有没有辆暂的 离开 有没有辆暴 nim 有没有辆暴力 有没有辆暴力 地震 熊男的兄弟,鉄道,转走 放下,看一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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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一切 我以为你能生死的宝贝 好像不准备吵了 尾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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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那是 不 不 brutal 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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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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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